萬眾期待的東京華立兄弟哈利波特影城正式開幕 這是繼倫敦後亞洲地區首個《Harry Potter 》影城 今次影城除了重現經典場景外 更加新增了不同的電影拍攝體驗 讓各位嘗試在電影中擔當演出 記者今次就在東京現場直擊 心想推介五大必玩的打卡位 大家下次去玩的時候千萬不要錯過 想入讀霍格華之 那就一定要先經過9月4分3號月台 今次影城當然不少這個經典場面 粉絲可以扮演成為電影主角 在行李車面前打卡拍照 另外火車上亦有展示出哈利波特 在神秘的魔法石中初遇榮恩和妙麗的畫面 另外還可以在現場欣賞到戲服和電影道具 回憶馬上回來了 在電影中哈利波特參加了灰地奇比賽 更驚險地搶到金哨子成為比賽贏家 今次在東京哈利波特影城 遊客就會在工作人員的大領下 在現場擔當演出 分為兩組擔演葛萊芬多和史萊哲林的學生 為各自學院球隊打戲 然後透過鏡頭拍攝和特技剪接 遊客將即時獲得一段獨一無二的電影片段 粉絲必玩 還記不記得在學院宿舍中 那些住在掛畫中的鬼魂呢? 東京哈利波特影城現場 除了將學院宿舍移動樓梯重現眼前之外 遊客更可以即場在特定裝置拍攝 化身成為牆上的掛畫 變成電影場口的一部份 魔法部在哈利波特系列中 一直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其中最令人深刻的 一定是連接現實世界的魔法部入口 在電影中每個角色進入魔法部的時候 都很有氣勢 東京哈利波特影城為此 亦加入互動的體驗 透過CG的效果 為遊客製作出 踏入魔法部的影片 人人都可以發身成為電影主角 相信不少粉絲小時候 看哈利波特電影的時候 都會很羨慕魔法世界的飛天掃把 現在在東京哈利波特影城都可以親身體驗到 配合影城電影體驗的主題 遊客將會坐上飛天掃把 透過陸幕拍攝 製成穿越倫敦和霍格華之的影片 非常有紀念價值 影片需要另外收費購買 大家不妨考慮一下 最後 東京華納兄弟哈利波特影城 每天設有入場人數限制 如果想順利入場參觀 那就記得在網上提早買票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